好我們今天要來教的是那個一個 那個這個叫什麼鬼啊 很像我是要裝那個鬆餅機的那個烤盤的那個袋子 的那個收納袋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很像書衣一樣 兩邊合起來那左右兩邊你都可以放東西 那我因為烤盤上面有那個不沾的塗層 所以我怕它碰撞到了 所以我就是分開一個烤盤一邊 兩邊各一個烤盤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收起來了 那當然這個東西你除了當那個烤盤的收納袋 那你也當書衣啦 還是當那個資料夾 都可以分類去收東西 總而言之呢以前我們曾經教過很簡單的書衣 是沒有禮布的 那現在因為有做禮布 所以要教大家怎麼做 那因為我是要做鬆餅的嘛 所以我就是選了這個很可愛的那個馬卡龍圖案 跟喜拿狗圖案 就比較可愛 好那我們要準備的是表布一長條 那禮布呢我們中間要把它剪開 那剪開的位置在哪裡呢 等一下跟你們說 就是說我們遮起來的那個縫隙 剛好是這個 這個剪開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剪開呢 因為我們要留一個反口 才能夠翻到正面來 那如果你跟我是同樣的烤盤的大小 就是V排的那個鬆餅機的話 那烤盤大小我現在可以跟你們分享尺寸 就是尺寸 那如果你不是要做那個烤盤 或是你說你的烤盤 跟我尺寸不一樣 你當然就是看你自己的有多大 你把它加上厚度 去把它折起來 這樣就對了 那我們準備好布料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禮布 這個縫隙 剪開的這個地方呢 先把它 先把它剪 接起來 那這個接起來的部分呢 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這個寬度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說 34公分嗎 中間34公分 所以我們留了中央線之後 左右 從中間畫過去17 這裡中間畫過去17 就是34公分 那我們這個禮布的部分呢 就是說 在這個寬度這裡 到34公分 到這個點的地方 我們留1公分的縫份 這邊的話呢 也就是說 從這裡再留1公分的縫份 讓它兩邊呢 各有1公分的縫份可以接起來 所以我們的這個縫隙 就會在那個邊緣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先把這個禮布的地方呢 先把它車起來 那車的時候呢 我們既然就是 剪了這一個洞 剪了這條線 就是為了要留反口 所以當然你不可以 一直線一直矛起來車 你就必須要留一個反口囉 不然就給車子 王廢我們留了這個 做了這個洞 那中間就這段不要車 我們再從這段下面開始車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它 這裡就有一個洞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那個什麼 表部跟裡部呢 車在一起 那表部跟裡部車在一起 當然你是要正正相對囉 正正相對 也就是說你的正面 對你的正面 側邊 先左右各車一條線 左右各車一條線呢 就是把它對騎好之後 回針 然後往下車 這還好講嗎 給共 機講的 給共 這樣子 車一條線 之後呢 另外這一頭 我們也要車一條線喔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那個中央線 跟那個 跟那個前面的中央線 都把它剪一個牙孔 把它對齊好 那為什麼已經剪好了 因為我剛剛忘記留一個洞 所以我是拆掉重做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偶爾會 即使很簡單的東西 就覺得越簡單 有時候 因為其實我昨天 跟車的三格 所以今天有點忘記怎麼車 太簡單了 就沒有太仔細去想它 所以剛剛我就 車錯了 就少留那個洞 所以就重剪 好 然後背面呢 我們把布料呢 先把它弄好 弄齊之後 我們就要來車這個邊邊 那車這個邊邊呢 一樣一條線把它車下來 這個很簡單喔 如果你不連那個 把帆口縫起來的那個洞 其實大概四五條線 你就把它車完了 所以我們這條是第三條 第三條線 也就是說我們 車的東西就已經車一半 好 這樣子 然後把它縫起來 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開始來折這個東西 折這個東西 直接把它折好 那我要怎麼折呢 從中央線 兩邊的中 從這個的中央線在這裡 然後呢 從中間過去17 那如果你的尺寸不一樣 你就自己量 好我們要怎麼折勒 注意看喔 我先折這一邊 我們從這個 我們從中央線過來17的地方 也就是你的左半邊的這個大小 就另外一邊 一邊的大小 先把它折起來 然後呢 用那個強力甲 或是珠針把它別住 然後呢 接下來 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從裡部的 裡部這裡 要把它翻到 翻過來這一面 翻剛剛好這條線 然後也是把它夾住 然後這個邊邊呢 剛好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縫份的這個邊邊 因為我們剛剛尺寸有量 對不對 所以有量好的話 它會剛好在邊邊 那如果你沒有剛好在邊邊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喔 就沒有在邊邊而已 只是那個 那個洞會在中間 或是在哪裡這樣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尺寸量好 它就會可以在邊邊 也沒有怎樣 在邊邊也沒有獎品 所以就是不用太會準 沒有在邊邊就下一個 你把它尺寸弄好就好 那這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做的記號線 我們有做的記號線 一樣把它夾好 或用珠針把它固定好 然後呢 裡部一樣把它翻上來 這個注意看喔 裡部要翻上來 比較好看 翻上來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先壓線也可以啦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正面有壓線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先壓線 在剛剛就先壓線把它壓好 然後像這樣把它憋好 然後這一邊呢 也過去固定好 左右兩邊都一樣喔 那左右兩邊既然都對稱都一樣的話 表示上下也是一樣的 只是你要把它固好 比較漂亮 這樣 好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一個呈現一個這樣子 兩邊凹下去的 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就把它憋好 然後呢 再把另外一邊也憋好 那另外一邊呢 當然我們都是上下都要做記號線喔 所以我們另外一邊 强力甲も那麼多 你就用珠針 然後把它憋好 一樣 像這樣子把它憋好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完完全全的就是超級無敵簡單 你只要把它憋好就好了 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整理好 然後再把這個縫份 一樣把它往後 如果你正面要壓線都可以在剛剛的時候先壓好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憋好 像這樣子 所以你表部跟底部都憋好了就會變成這樣扁扁的東西 扁扁的東西之後我們就從正面來車兩條線 那剛剛旁邊這個反口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我們要測兩條線 因為怕測歪的話你可以畫一下 現在再來畫都還來得及 不用擠 所以其實完成的高度大概是27公分左右 我昨天做了裝好之後 我覺得那個高度大概在27公分左右就夠了 所以就是打開用30公分 然後去把它反折過來 差不多啦 像這樣把它憋好 然後再畫線 也沒關係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車 第1 2 3 第4跟第5道線 也就是上下這兩道線 好 這樣子把它車起來 一邊車一邊拆 你這個有強力假設車不過去的 邊車邊拆它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樣 那如果你是用珠針固定 珠針是可以車的過去 所以你珠針就算不拆你也不用怕 因為珠針本身是遠遠的 你的針它不會沒有辦法扎到那個遠遠的 所以你這樣車過去沒有關係 車過去再來拆 或是先拆再來車都隨便你 好就像這樣子把它車過去 因為有些人他拆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歪了 所以你可以車過去再拆 那如果你覺得很穩當 那當然就是先拆再車也沒有關係 好 好就這樣 剛剛第5條線也車完了 車完了之後我們把這個縫份修一下 好讓它不要那麼厚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從這個翻口的地方呢 把它翻到正面來 那如果你要翻到正面來的話 你要注意的就是 我講過大概2500次了 這個轉角的地方呢 一定要把它壓漂亮一點 就是說你轉角的地方呢 要先把它折一下 你再把它翻到正面來 這樣把它壓住 你再把它翻到正面來 這邊也是一樣 要壓住 就先把它折過來 然後壓住 這還蠻重要的 然後再翻到正面來 你看這樣正面就很漂亮 然後再來換這一面 我們都先把腳先處理好 再一次把它翻過來 因為如果你要是一下子都把它全部翻過來 你其他的腳就沒有辦法好好的 好好的那個 好好的翻 我們四個腳都翻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整塊 翻到正面來 像這樣 你看翻到正面來 它就變成一個有裡布的 一個這個袋子 一個收納袋 好 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漂亮 這塊布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用這種方式在做又很簡單 好 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再拿錐子 稍微挑一下 我們的角度就可以很漂亮了 那我們在用錐子挑這個角的時候 你不要用得太小 你不要從小的地方在這邊挑 這樣很容易把布挑破 所以我們要從比較後面一點 然後大面積的往上點 好 這樣子我們才不容易把那個纖維給挑出來 這樣子 四個角角 全部都把它挑一挑 好不好 好 這樣子我們就幾乎完成了 好 這樣子呢我們就是可以做 剩下的就是那個 反口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啦 裡布的地方就是都很漂亮 兩層 那所以如果你要 這邊你不喜歡說這樣碰 不喜歡沒有壓線的感覺 你現在可以壓 那如果你沒有壓線的人 現在碰碰要怎樣 當然就是你拿熨斗燙一下啦 好 那如果你沒有熨斗怎麼辦呢 把它折好放到你的床墊下 有沒有 睡個一晚它也是一樣扁掉了 好不好 還有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這個洞 那這個洞 如果你要長針縫 當然最漂亮啦 就是不會有線 那如果你不想要長針縫 像我一樣懶惰的話 真的會變短 然後呢 就把它車起來 把它拉好 車起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洞 其實也不用留太大 因為它比那個 一般我們那種袋子 都還要好翻很多 我們就把它整理好 然後就開始車 就把這個洞密封起來 那其實它沒有車起來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不太有關係 除非你是裝很小的東西 它會跑到那個空隙裡面 要不然如果忘了車 我有時候也會忘記車房口 然後就算 就這樣 那不過還是要跟大家說 你記得的話 最好把它車一車 那車完了之後 我們就是得到一個 像這樣子的那個袋子 我們左右兩邊呢 都可以放東西 那因為呢 我是放那個鬆餅的烤盤嘛 所以我會再加一下那個魔鬼沾 也就是說我這樣放的時候呢 我稍微讓它黏住 這樣我拿起來 它才不會馬上鬆開 掉出來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魔鬼沾的人 你也可以用磁扣 不喜歡磁扣的人 你也可以用四盒扣 那什麼都不喜歡 你就不要黏 好不好 要不然你用口香糖黏 好不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的話 其實就也不用什麼膠 而且 所以其實這個 就已經完成囉 所以我們的那個 資料袋很簡單 大概五六條線 我們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想要 車魔鬼沾的人 如果你想要車魔鬼沾的人 你當然就是要把記號做好 把我們的記號做好 然後呢 其實做記號的話 我很不喜歡用粉圖筆 因為在正面會看到 所以我就會用一根針插在這 但是它的中央線 看距離多少 我就會插著就好 然後 直接要怎麼車呢 直接把它 打開來車 像這樣子 把它打開來車它 然後剛好在中央線的部分 這樣把它車固定就好 那如果你要縫磁扣 你也是記號做好 你就可以縫了 不用讓我拿去 然後把中央線對準好 你就可以把它扯起來 然後把中央線對準好 你就可以把它扯起來 那如果 你怕車歪的人 你想要做記號線 你就自己做 這個 這也不用人說 像這樣子 把它縫好 所以這個要不要縫 還是要用什麼去固定 這個東西就還蠻自由自在的 然後另外一邊 那為什麼我不要先縫起來 因為我覺得先縫起來 有時候就是會對不準 就蠻討厭的 所以我就會 在最後呢 才做這個步驟 然後順便把裡布也稍微固定一下 它就不會這樣開開的 然後這樣把它轉過來這裡之後 我們再來做第二個記號線 這是我的做法 那當然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你們就挑一個你們喜歡的 比較順眼的方式去做 然後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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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痛的 哇 林老師 吃雷 因為我有點急著是 今天是國慶連假的第二天 有朋友說要去我家 所以我就想說 都已經答應大家要拍這個了 所以要趕快拍一拍 然後讓大家上傳 趕快有鬆餅機的人 有鬆餅機價值的烤盤的人 你就可以趕快做了 好 我們就這樣把它吹一吹 所以趕快沒效 趕快就要車輛 要怎樣 要怎樣 來 好 這次真的完成 就這樣簡單漂亮的 這個烤盤的袋子 我們就完成囉 像這樣 然後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呢 我在拿烤盤的時候 我就不怕它一不小心 打開烤盤掉出來 會撞到頭腳 會撞到自己的腳 也會撞到頭了 就這樣 然後打開呢 我們一邊放一個烤盤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啊 所以就是這樣喔 很簡單 然後又很漂亮的 像這樣子的收納袋呢 我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幫自己的烤盤 還有自己的資料夾 自己的書 做一個漂漂亮亮的衣服囉 好 就這樣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就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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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